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《我是弟弟》,今天我们来看短片《沉默的孩子》。 这是一个大雾天,乔安一大早就骑车赶往小镇,他要去一户人家里做家教,这户人家每个人都很忙。 爸爸工作之余,要送哥哥去学大提琴,妈妈要带姐姐去上芭蕾课,所以他们聘请了一个家教来照看最小的孩子利比。 但实际上他们不指望乔安能教利比多少东西,他们只希望乔安能让利比在上学之前建立起更多的自信。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?原来利比是个听障儿童,只有左耳还有一点听力。 女主人告诉乔安,利比有一个助听器,可她并不愿意使用它,而她的耳朵又不符合植入人工耳窝的条件,所以平时只靠读唇和家人交流。 乔安建议可以同时教利比说话和手语,因为手语对于很多有听觉障碍的孩子来说更方便,但女主人却觉得没必要,她觉得利比现在已经可以和家人顺畅交流了。 无奈之下,乔安妥协了,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她改变了想法。 女主人为了让利比招呼客人,便去拿她手中的遥控器,没想到利比以为女主人是抢自己的东西,于是和女主人发生了争执。 很显然,利比并不像女主人说的,可以顺畅地和他们进行交流。 于是乔安偷偷地教利比手语,并带利比去公园里喂鸭子,慢慢地他们成为一师一友的关系。 利比也快速地掌握了手语的用法,可以顺畅地和乔安进行交流。 女主人在窗口看见和乔安比着手语的利比,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 原来,他安利比在学校不能很好地运用手语学习。 乔安告诉他,只需要一位手艺员陪在利比身边。 当然,这肯定需要一些额外的开支。 不过乔安表示他自己愿意帮忙,但女主人希望把重心放在利比读唇上。 乔安表示手语和读唇结合在一起,才会达到最好的效果。 虽然需要一家人都学会手语,但只要学一些基础的就可以了。 女主人则表示家人都太忙了,这件事恐怕行不通。 第二天,利比在饭桌上比了一个手语,表示自己想要橘子汁。 哥哥因为跟乔安学了一点手语,所以明白了他的意思。 一家人都很高兴,看起来他们开始接受学习手语的决定。 这天,乔安又来照看利比,他从隔壁大婶的口中得知,原来利比并不是男主人的亲生女儿。 与此同时,女主人也表示,他无法理解利比在学习的东西,而学校里的人也无法理解。 这种情况很显然,利比进学校会被当成异类。 而作为父母,女主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正常和完美的。 乔安反驳说利比很正常,他只是有听力障碍而已。 女主人却觉得那是因为他没当过母亲,所以才能说出这种话来。 他的愿望是利比能开口说话。 不久后,他们就将乔安开除了,甚至连向利比道别的机会都没有给乔安。 他们坚持要让利比像个普通小孩一样学习说话,并将他送去了一个普通学校。 利比只能在上课时一脸茫然地望着老师,而周围的孩子都在认真地记着笔记。 乔安骑着车来到学校外面,隔着铁门看到了利比,小小的身影显得孤独而又无助。 很显然,他并没有能像父母希望的那样顺利地融入这个世界。 利比也看到了乔安,委屈地用手语比出我爱你,乔安对他做出了反应。 但除此之外,他什么也不能做,这个故事残酷却又现实,同时它也是个公益性质的短片。 世界上有超过78%的听障儿童,在普通学校读书却没有专业的支持。 而这影响的不只是孩子的学习与交流,更影响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。 听力障碍并不是学习障碍,不要把孩子当成异类, 也不要因为自己的虚荣心去拒绝那些正确的引导。 只有用正确的方式去支持,孩子才有可能像你的期望一样顺利成长。 好了,喜欢就关注我吧,咱们下期见。